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ABC是時數 A介於B跟10之間 B是LOG A,C是LOG B 他現在要你比較ABC的大小 下面有選項 我們把那個ABC的範圍 把它點找出來 首先A是大於1,小於10 我給他取LOG 一取LOG的話 LOG A 他就小了多少?LOG 10 LOG 10就1 LOG 1等於0 這個是B 所以B他是小於1,大於0 然後我在兩邊給他取LOG LOG 這個多少呢?LOG B 他是小於0 這個東西的話 大於多少呢?大於不無窮大 所以這個就不寫了 這個的話可以把它寫成這樣 寫成那個 無窮大分之1 無窮大分之1 所以你這個LOG 當然無窮大不是一個數啦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負的多少呢? LOG無窮大 LOG無窮大當然也是無窮大 所以這是 負的無窮大 那這個就不用寫了 所以 反正LOG B他就小於0就對了 好,那這樣子的話我就要把它排起來 排起來就是說 LOG B就是C C C的話他是小於0 小於0 小於0的話呢 然後這個 小於多少呢? 小於B B他大於0 B的話小於1 A他大於1 然後小於10 就滿足 這個不等式 好,所以 要你選選項 所以應該選1 1這個答案是C 小於0 小於B 小於1 所以這個是正確的 其他通通不對 所以這一題答案應該是1 B B B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